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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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一个宫女 竟敢在荣妃早膳里下毒 谁给你的胆子 是奴婢自己的主意 与他人无关 还敢嘴硬 来人 拖出去 斩 是 皇上不要啊 皇上 皇上 是臣妾管家无方 才与一时滚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等错事 臣妾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她吧 你要罚 就罚臣妾吧 娘娘 皇上 娘娘对您一片痴心 可您始终只对那荣妃娘娘一人毒宠 蔡玉 是奴婢实在替娘娘不平才做的这般决定 与娘娘毫无关系 您可千万不要错怪娘娘 就因为争宠毒计 就给荣妃下毒 此等刑场 何其待毒 朕的后宫之中 怎会有你这样的妃子 皇上 臣妾虽对荣妃骨分 但绝不曾要谋害于她 您看错臣妾了 朕就是看错了你 才会容忍你到金铁 来人 有 把他们押入大牢 是 皇上 等一下 荣妃 刚好你来了 这两人想要谋害于你 如何诚挚 你来决定 既然皇上让臣妾做主 那臣妾肯请皇上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 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他们两个想要谋害你 那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 而且我觉得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难道还相信他们两个的鬼话 嗯 我信 快吃啊 别看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皇兄 你和小川川 真是夫妻 朕是皇帝 她是朕亲口侧封的容妃 有何不妥 什么小川川 小嫂子 哦 等等 嫂子 你有没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兄弟 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 我肯定介绍给你 啊 好吧 哎呀你也别灰心 我到时候和你皇兄 帮你好好捂色一个 肯定让你早日脱单 哦 吃个鸡腿 嗯 这你要吃 好 来 张嘴 啊 好 好吃吗 嗯 你也吃一口 来 好吃吗 嗯 好吃吧 这鸡腿瞬间不行 你 你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 经历有些懈怠 也是 是 你这病才刚好 苏姑娘也说了 你要多调理 这段时间就别太辛苦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走 嗯 皇上 涉事的一共十六名工匠 全部都抓起来了 随时到后皇上发落 也不能全怪他们 意外而已 帐子二十 罚奉办您吧 是 皇上 您这伤 要不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吧 一点皮外伤 不碍事 朕没那么娇气 哦 晴悦 容妃娘娘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受伤了 这御书房啊 久未修缮 有些老旧 朕进屋的时候 被梁上的木条 砸了一下 我还是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啊 不疼 哦 我那儿有活血化瑜的药 我去给你拿 皇上 这容妃娘娘对您 可真上心啊 那当然了 皇上 今晚学哪位娘娘士气啊 这有容妃一个就够了 翻什么牌子 拿去吧 皇上 您和容妃娘娘 感情这么深厚 为何迟迟 不肯寻她进宫士气呢 这 这 这朕也并非是不祥 只是 此事如何向容妃提起啊 她如果觉得朕 过于着急可怎么办 皇上 这哪儿还用说什么呀 您 您和容妃娘娘本就是夫妻啊 那 那行那夫妻之事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老赵 说得真对 对吧 皇上 您就应该当机立断 不要再犹豫了 对对 好 那个 你来了 是 你的伤还好吧 好多了 不法做事 做事 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天不早了 我们 休息吧 啊好 我们 宽衣吧 啊 宽衣 哦 宽衣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刚不是说你上美一事吗 真没事 我帮你揉揉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今晚的容妃 格外让人心动 来人哪 走水了 皇上 皇上 出来了 怎么回事 皇上 宫里走水了 老赵已经找人去铺救了 皇上 您和娘娘还是先移驾吧 照顾好洪飞 朕亲自去办公 是 皇上小心啊 哎 怎么样 入了秋 天干雾燥 意外走得水 不过还好 火事已经控制住了 那就好 不过你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啊 又是寝宫着火 又是被木头砸 前两年走路还差点摔跤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事 不行 我们得找个庙拜呗 好 听你的 怎么啦 哎 星月 太医 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皇上 只是最近操劳过度 再让皇上好好休息 也就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多谢太医 辛苦了 太医 我送您 太医 我在小说里 也没把你写得这么挺我流病了 这就是代价 这就是代价